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法庭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去楼山还有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梦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转眼间里大围城刚刚好三周年 三周年送大礼送给谁呢 就是郑感悦了 噢噢 这人热狗了 有什么大礼给他 看到控方接下来说要申请批准加控暴动罪 因为大家好 如大家有留意我们说的这件法庭新闻的时候 其实警方就在那个区域里看到有几个人爬了出来 而且有人一早在上面拉繩子,準備拉他們上來 像不像那些人,如果看到繩子動就代表我們有信號,就扯我們上來,挺像的 不過不是釣椅,現在是一個臭渠,據Madam之前所說,看到鄭錦本身是濕的,而且有臭味,那條渠一定臭的 好像沒有人聽過渠是香的 沒有的,世界沒有一條渠是香的 沒有香渠有臭渠,這很有趣,為何鄭錦本這麼滿滿自信就不認罪? 其實我們之前也提過,你要證實它是由理大爬出來,離開暴動現場,或者非法集結的現場 你要證明到在那裡爬才行,離奇即使較早前說,證明它這一點都有問題 你現在說要加控暴動嘴,即使你很有信心,他之前是在暴動現場,參與完暴動 然後再畏罪潛逃,就要找他找洞捐,這樣捐出來,對吧? 我們教主前也提過,就算你要證實到鄭錦本真的由理大裏面 這樣捐出來,你感覺證據何來呢? 最大的證據,一定是這些手足去刀灰才行 咦?不是吧?可以刀到暴動? 即是我們馬上就會想到 會不會有一些手足在理大裏面被控暴動? 當然,他們未必是跟鄭錦本一起爬渠的一些 說不定是很大機會,我自己覺得 在裏面,即是圍城的時候,就在裏面遇過鄭錦本 亦都可能在裏面,就跟鄭錦本一起經歷過 生死? 生死? 可能一起抗爭過,一起進一些汽油 進一些玻璃瓶裡,一起搬一些雜物 弄一些島路,阻塞一些通道,讓警方供不到進來 可能一起在裏面共商革命的大計 可能此一時彼一時,當他離開了理大之後 說不然現在就被控暴動 我意思是指那些不知名的手足 看見現在這個鄭錦本,你竟然不認罪? 你不是想齊上齊下嗎? 是的,你怎麼可以不認? 起碼少少地都要認自己在理大裏面 他自己只是想逃走 你成功出來,現在又被逮捕 把之前做過的事情又不承認 其他手足,蹲著那些手足,豈不是很不公平? 當然了,手足就分兩類的心態 一類就覺得,走得一個都一個 有些什麼的,我黨,犧牲少我,完成大我 有一類就不是這樣想的,是不是? 嘩,我就進去蹲,你就是鄭錦本在外面風流快活吃熱狗 吃熱狗,沒錯,不值得 通常如果有這種情況下,再說不定 有些什麼律師,有些什麼人都好 不知道哪些會勸他,喂,鄭錦本 可能差不多走得了,可能告他不進 有些什麼就知道,爆了出來 你看看他,可能會播放壽司達 那些經常追擊熱狗 這些鄭錦本不是人,不知所謂 做了多少什麼陰則,扮抗爭者,黏過去,都不知道黏什麼 可能很多這些說話,有不同的所謂的意見領袖 說過都不一定,不一定是壽司達 可能其他也有說,熱狗這些,黏過去搞社運 又說學人抗爭,就抗到一鍋譜 剛才阿棠也提到,為什麼要爬他呢? 如果你是好人好者,好像當時的許智峯 他是一個立法會議員,他也說以議員身份 去看看他們有什麼調停 有什麼幫到手,跟廚房老暴徒聊天 也走進去 他也是這樣說,大無私人進去 也大無私人出來 鄭錦本是當時立法會議員的助理 你說以一個這樣的身份去調停 看有沒有什麼幫到手 其實你可以大無私人出來 為什麼你要選擇爬渠,還要戴什麼口罩 又要珠嘴,又要這樣出來 你是不是新有K 只是,我覺得就是 我們看到法庭上挺有火花 現在控方有這樣的提出 他要打算修訂控罪書 針對第三被告鄭錦本送一項暴動罪給他 其實就在17日的時候 已經靜雞雞吃雞批提交了陳詞 也解釋了證供究竟是否足以支持到妨礙司法公正罪 以及新增暴動罪的理由 那理由當然不告訴你 當然讓官去看 控方都說 如果法官批准加控的話 到時就會申請修訂開案陳詞 以及重開控方案情 會傳召到三個控方證人 那當然 這三個控方證人 可以是警員 可以是手足 如果是手足就很精彩 是啊 我都覺得是手足 我相信你不要裝了 一起去蹲 如果你覺得三個裡面有多少個是手足 至少三個兩個 是嗎 是呀,正 其實最起碼基本盤有一個 兩個就更加好 如果是三個的話 正 三重菜 正 正 三個都是手足 那你就主重你米 他說到時就會有一些證據 證明在理大暴動帶來的破壞和維修費用等等 這個點我看見都說得挺闊 即是你是不是證明得到 鄭錦滿和一些不知名的人士在理大裡面有破壞 或者做了一些暴動的行為呢 即使你間接來說 就說鄭錦滿有參與在理大的攻防戰 這麼勇武 我想想不到 我都覺得 你這傢伙 其實都挺勇武的 是啊 所以有參與暴動的 是啊,正 為什麼那些壽司達 有些經常說他們寫著勇武抗爭的那些是假的 即是說他們只會騙錢 還是怎樣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鄭錦滿 下次再出庭的時候 要穿著勇武抗爭的T-shirt 對 對 勇武抗爭的T-shirt 是熱狗設計 是啊 對 就是你終於對得起這四個字 勇武抗爭 哇,正 是吧 不過那些代價都很大 就是要去坐牢 就要暴動罪 還是怎樣 是這樣的 沒有做什麼都要有代價 你不要打算走了 走數 做過不承認 但是有理論上他們也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那些人經常有一句說話 哈哈哈哈哈哈 會不會呢 這句說話 就令到他們做了不承認 是一個大條道理來的 是這樣的才是抗爭 會 絕對會 他一定會跟著熱狗的宗旨做人 就是這樣做不承認才是抗爭 這句說話害了很多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做完之後 我不承認 不承認 會不會坐重一點 其實更壞的 更糟糕 又不是你做 又不是拘捕你 那你們當然是說得口響 這樣做不應是抗爭 到現在到鄭錦滿 這就精彩了 整件事 當然我們看到代表鄭錦滿的大律師 我們可以看到在庭上的反應 間接地 也可以了解到當事人 即是鄭錦滿 他的選手是如何 他也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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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提堂 到現在 一直都是以防外司法公正的基礎 來準備案件和盤問的方向 到今天第十一日 你才說要傳召所有證人 再加一項新的控罪 還說這樣做就非常不公平 我覺得不是的 如果你找到一些新的證據 如果像剛才我們估計 唐映說的 有兩個來篤灰 來做燕仔 來爆你鄭錦滿大鑊 那為何我不可以再加上暴動罪 絕對可以 反正也是 你有參與過這些行為 現在加控暴動罪 就對了 是不是 我覺得很合理 不能這樣 現在這個人 看來其實 他是很大機會可以達到 現在加控暴動罪 就變成了 他的挑戰就更加大了 你又要再面對多一條訴訟 但我始終認為 有沒有人要證明到他有參與暴動 最重要就是 有些手足讀他出來才行 是不是 如是者 所以我們看到控方 就這麼大條道理 準備了些事情 就給法官去看 究竟有沒有理由 夠不夠清去加控 我當然也覺得 這位控方的大狀 一定是準備充足 不然 一聲 被法官大人 罵回頭 你這樣出來 叫我加控 罵爆你 那名字很臭 我把自己的名譽 所以我們覺得 鄭錦本的機會率頗高 相當期待 究竟控方 扔了些什麼 去給法官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但都在等 如是者 現在看到辯方 幫鄭錦本 這樣鬥 又說不公平 又說什麼 你漏招 我埋單 或者法庭埋單 又說什麼 不能夠輸 打贏要 輸了嗎 沒有 絕對地 傻的嗎 我還有新的證據 輸 你給我打 我的牌都還沒打完 你還叫我三炒 你想 我又說過了 我又說過了嗎 真的坐大點嗎 沒有 我們等一等 好嗎 好 因為官都需要些少時間 整件事就會再押後多些少的時間 去到22號 看看究竟批不批新的控罪 消化幾天 好嗎 好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